要说到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汽车 除了F1这样的专业赛车外 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布加迪威龙 然而近日一款全新超跑的亮相 百公里加速时间1.9秒 1914马里 2300扭矩的数据 恐怕布加迪威龙就要让出最快跑车的地位了 这款超跑就是里马克Concept2 作为克罗地亚超跑品牌 里马克旗下的第三款纯电动跑车 单在测试中的数据 就震动了全世界的跑车迷们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款全新的最快跑车 外观上看 这款Concept2霸气十足 全封闭的进气炸 狭长犀利的大灯 作为全球限量8辆的顶级超跑 当车门开启时 就像一只攻击性十足的雄鹰 为什么会说到攻击性呢 车最大输出功率 也达到惊人的1408千瓦 最高扭矩2300牛米 最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全世界最快的跑车充电 只需要30分钟 最大单次续航能力达到650公里 最后小编不得不感叹 这辆纯电动跑车的惊人速度 这辆纯电动跑车 也将会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推动 做出贡献 用速度来回应那些 对新能源汽车动力不行的质疑 也希望这辆跑车上的充电和续航能力 早日能够普及开来 为新能源汽车的全面推广 做出表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